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我們現在正在觀看影片的所有朋友大家好! 我是成家婚禮顧問的 Leo 今天來到位於台中市中區三明路上的一流男士西服 我們今天將要來開箱一流男士西服所推薦的四套新郎西裝 同時我們將透過不同的單品來搭配出四種不同的穿搭方式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今天我們可以搭配出什麼樣不一樣的穿搭造型吧! Go! Why so serious? 好啦!不鬧!我自己都快笑場了 這套呢大膽的 Joker 印花西裝就是我們今天所要推薦的第一套西裝 圖案的印花西裝呢可以特別的凸顯出自己個人的特色跟魅力 但考慮實穿度 所以我們可以用乙珠代買的方式來推薦給大家喔! 日常穿搭上呢如果你是熱愛街頭潮流搭配的話 這款造型搶眼的 Joker 印花外套可以搭配同款印花的指頭短褲 Joker 的印花呢讓整體的造型充滿了街頭潮流感 內搭宿舍T恤及一雙球鞋讓你整體充滿個性又不失街頭潮流的感覺喔! 誰說白色西裝只屬於新郎的專利呢? 我們特別找到了一套漸層色彩色線條的白色格紋西裝 合身的剪裁漸層色的線條 讓我們的白色西裝不再顯得那麼單調 同時也打破了大家對於白色西裝過於正式的刻板印象 提供給大家大家一定要嘗試看看喔! 白色的西裝褲可以代替平常的白褲做穿搭 上身的部分可以搭配單寧襯衫 一材質的組合讓整體線條更加豐富 推薦你可以搭配一雙LOVE鞋 讓整體的搭配更有帥性的風格喔! 沉穩的商務人士風格除了深色的西裝之外 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像是我身上穿的這套卡其色的西裝 除了保有正式的西裝風格形象之外 也能讓你在眾多的深色西裝人群當中 一眼的辨識出你給人更高的好感度 提供給大家參考看看 這款的西裝實穿性相當的高 脫下外套之後保留卡其暖色調的西裝褲 搭配上百搭的白色襯衫 增添時尚又帶點個性的吊帶 吊帶的作用不僅可以提升西裝褲的線條 更能提升整體的造型感 提供給大家參考看看喔! 挑選最挑人穿的西服顏色時相信許多人一定會投給粉紅色一票 無論是偏深或偏淺 一點點的顏色差異 就能改變整體的氣質 而我們最推薦的粉色呢 是煙燻粉 沉穩的粉色帶灰色彩 也能讓男生穿起來不會這麼的別扭 用給大家做參考 千萬不要一聽到粉色西裝就感到害怕喔! 脫掉西裝外套 我們內搭可以選擇中性深灰色的襯衫來做搭配 同時呢配上我們粉色調的背心 粉色調可以讓你更增添暖男的風格 是可以讓你輕鬆沒有負擔的穿搭風格喔! 以上就是一流男士西服所推薦的四套新郎西裝 同時呢我們利用了不同的單品搭配出四款 不同的日常休閒造型 你有沒有特別喜歡哪一款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是成家婚禮顧問的Leo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見!